走吧 花银贵带 走 补迷好不好 宋炮 我跟你说啊 下次你别往前冲 我这快乐一补死银屁 你别瞅我 你们先回去休息 我会管书和王大人交代一下 我跟你 走吧 姐 要我说他就是没必要 你说他找汪怀远 这汪怀远就无非就是刀刀刀刀 多费劲呢 我觉得挺好的 男人就该这样 敢做敢当 行吧 你们快过来 出事了 走 看着在宫堂上被当众处决的汪怀远 我用些不寒而栗 这嚣张的手法与美娘一案如出一辙 凶手似乎是在告诉世人 自己就是出邪成恶的断罪者 这可是藐视公堂啊 怎么 你打闹回来了 可不嘛 不是刚回来就碰到这档子事了吗 这是因为你该解决的事没解决 所以天下就不太平了 大人 行了 起来吧 你这趟出去 该知道的都知道 所以可以结束了吧 这俩是该结束了 这明明就是刚开始好吗 那你处理了 你怎么不开始了 那不是 这一样的事 我已经被我俩过了 那不是把坏机进去 那不是你风机进去 你尽管我 其实你也不可能 细数起来 咱们俩还没说过话 对吧 捕作姑娘 查出什么了 给我说来听听 徐大人 我觉得这个案件挺奇怪的 死者明明死于勒杀 但是勒杀的尸体 眼睛应该是瞪大的 嘴巴也应该是张开的 舌头应该是伸出来的 但是汪大人的死相 眼睛闭着 嘴巴闭着 手也挺放松的 看起来死态很自然 我觉得凶手是用了什么手法 比如说呢 可能是用一种很锋利的细刃 以极快极狠的手法勒逼死者 这样其实应该挺有难度的 而且 为何凶手毫不掩饰地 让汪大人死在宫庞之上呢 听上去 你和这凶手还挺投缘的 也不是说投缘 就是觉得挺奇怪的 白武座独具慧眼 白武座独具慧眼 我小看你了 朋友送了我一点茶叶 有没有兴趣一起品尝 千姬姑娘一个女孩子 怎么想起做武座了 面对那么多尸体 不害怕吗 其实面对尸体 人人都会害怕 这个部分男女 而且刚开始接触尸体的时候 我挺抵触的 但接触久了发现 尸体它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可以从他们身上 找到真相 勇气可佳 说到这真相 这回你们出去 找回了药方 那是不是也应该 给我带点真相回来啊 是发现了一些 围剿碧玉庄 勾结囚家 还有在千日红里下药的人 都是将量 千真万确 千真万确 来吧 来吃点东西 姜汁梅 厌世的时候口苦 吃点甜的东西也是好的 好 大人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我做的 可你怎么还哭了呢 太好吃了 那就多吃点了 大人这回上任 除了查红一阵的案件 还有其他的重要任务吗 对 有重要的事要做 这梅子有果墨香味 是您独家的配方吗 当然是了 好了 我也该忙我重要的事了 大人 大人 我可以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吗 可以 来 三张庄园图拼合在一起 就是碧玉庄当时的景象 洛管部分写着 芙蓉出城 桑鱼目景 天下为之变色 王侯膜拜 执掌江河 苍生为之沉浮 今有佳酿 雁宾棚棚 门客鸿孤 李柏 我还有一个名字不太清楚 桑鱼目景 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 师 师父 难道师父以前去过碧玉庄 还有红姑 李柏 看不清名字的 又是谁的 汪大人的死状 与那个高台上二掌柜死状 有些相似 什么样的昔日 可以让人毫无痛苦的意义